只是想按摩擦一下 小心 谭小平已恐怕会变成 诈骗集团眼中的大肥羊 高雄这名男子 这个月五日 因为身体紧绷 想要束压按摩 于是上网搜寻 一般正常的副健师 是40分钟要说800块 那他说60分钟 可以1000块解决 那我想就 贪图便宜 那我跟他讲说 我要做纯运动按摩 肌肉按摩 因为我是在酸痛 男子决定和对方交易 并依指示到左银朝上碰面 没想到对方没现身 反而要他先购买1000元点数 接下来还要求 他又来店说 叫我把身份证查给他 证明你不是警察 然后我也继续做了 男子乖乖给了个资 开始遭到恐吓勒索 你如果不交这笔钱 他放了一些影片 我去杀你全家 该死的就是说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把个资给了他 男子担心家人受害 前后共购买27次点数 华光身上积蓄15万1000元 他要求对方还钱 但却遭呛 他就说我们是黑道 然后跟左营警方都很熟 他这样子讹诈我 直到对方发现他没钱了 这才失联 隔日男子到派出所报案 没想到警方设理后 证明单上却写着 网路上遭假原交支杂骗 完全没注明他遭恐吓等状况 让男子气得痛骂太扯了 我如果要所谓的原交的话 我不会去报案 依所提供市政 选择符合案情的诈期案类 制作笔录 并开立受理案件证明单 左营分局表示 诈骗集团宣称和警方关系良好 要对家人不利等都是诈骗话术 该案警方已成立专案小组 全面调查中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